今天由那斯加下厨给全家人做了顿正宗的俄餐结果还没等开吃呢就都给整哭了是咋个事呢 因为一顿正宗的俄餐基本上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故事 而且老战斗民族动不动就好一苦思甜 很多菜都是因为在战争和哀恶年代诞生的 就像这典型的酸黄瓜和这肥肉片子 还有这当当硬的黑面包都是因为比较容易储存 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吃比较方便 最重要的这就俄罗斯的菜三个菜肥肉片的五花肉黑面包还有酒 对还有酒世界上唯一一个把饮酒写入法律的国家 可见他们得有多好酒一喝就喝多呀 他们是顿顿都得喝点 我是坦坦特特的接了个喝红酒的活主要今天火事是真硬啊 我一看这老生肉咋吃啊还是块冻得刚刚的鹿腿肉 不过这个是老爷自己打猎捕获的 因为在俄罗斯打猎是合法的就等着他宝贝孙女回来吃呢 你看看最后你明白你儿媳妇为啥说的 他们不买肉了吧 因为他们肉是自己打猎打的 我心话了这玩意生吃不得坏肚子吗 结果还遭到了他们全家人的嘲笑 要说这一大家的人那是一个皮一个能磨人呢 也许是因为好久没有这么全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传统鹅餐了 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宝贝孙女做的这味汤 然而为老人想起了曾经的过往吧 不知不觉的让一家人都落下了眼泪 原来这个汤是俄罗斯曾经在战争年代 只有立了功和当长官的人才能喝 因为正常这碗汤里面是放两片香肠一片肉的 再加上今天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传统饭 魔人精老丈母娘又给姥姥看了我和那时间在中国生活的视频 这一下让多愁善感的姥姥控制不住了 我哭了 你为什么要哭了 妈妈妈 昨天我还不哭了妈妈 今天我哭了 今天你哭了 我哭了 今天我也哭了 我也哭了 我也哭了 我哭了 你一小孩吃 你看见你哭了 你会哭了 切肉 切肉 你真是傻子 你不要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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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